大家好,我是孙瑞超老师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开始进入HSK七到九级的学习 那么今天呢很高兴 在这里呢我先要给大家呀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将要开始一起进行的这个HSK七到九级的旅程 其实如果要是我们大家看书啊或者是了解一些的话呢 我们现在呢将现在这个HSK七到九级呢称为HSK三点零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HSK的考试题型啊 它经过了这样三次的变化 最早的时候呢 当时的HSK呢是一共是分成十一级 就是最高级呢是十一级 从九级开始九十十一 这是最高级别 后来在2010年到11年这一段时间呢 当时提出来的一个就是说HSK太难了 我们需要把它降低难度 然后呢带来一些更有趣的一些考试的形式 让学生们在考试当中呢感受到学习汉语的乐趣 所以那个时候呢 一个表现形式就是级别降到了 最高级是六级 那这HSK1.0 2.0的时期呢 我都经历过啊 所以我我教过的学生呢 他们既有考到HSK11级 非常高的这个分数 那后来到了2.0 大家开始就是考这个HSK6级的时候呢 我教过的学生 他们也都是能拿到270以上是一个基本啊 拿到280甚至290多分的学生呢 也是比比皆是的 那后来呢 就是这两年啊 我们又就是中国的这个考试机构 他们又觉得呢 如果要是仅仅停留在HSK6级上面的话 是不是对于一些高级的这个中文的学习者来说呢 还是不够具有挑战性啊 所以说呢 为高级者呢 又设立了现在这个7到9级的一个级别 那所以我们现在这个3.0 大家就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就是说 2.0的到6级啊 基本上它的考试形式是不是有太大的变化 然后增加了7到9级 那所以呢 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HSK7到9级的内容 我相信跟我一起学习的同学 首先是对自己的汉语都非常的有自信 想要勇于去挑战这个7到9级这个最高的级别 那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一起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HSK7到9级啊 它的研究团队确实呢 是经过了很多的这个研究啊 把在6级之前的一些没有能够考察到的内容和方式 都运用到了7到9级上 给我们出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考题 如果你对自己的汉语有信心 或者是你想要挑战的话 那么咱们就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挑战啊 好 那现在呢 老师就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啊 首先HSK7到9级的目的 其实呢 它是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对于这个中文呢 它是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啊 等等这种更高级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 所以呢 对这个这些人的中文的一个使用的能力 他们的这种沟通的能力 在诸多的方面都想要去 对它进行一个考察和评价 嗯 好 呃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7到9级呢 它用了更加丰富的主题 啊 等我们一起学习起来 你就会发现了 真的是无所不包 如果你要是能够7到9级能够做好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说就是一个中国人了啊 好 嗯 所以说需要我们对于此的理解啊 甚至是沟通 还有讨论表达 因为这个7到9级的考试呢 它不仅是听力和阅读 它还有写作口语甚至是翻译啊 好 嗯 那所以说呢呃 现在我们仍然把它看成呢 是从1级到9级 但是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一样 那么呃 7级以下啊 就是到6级呢 其实跟之前的这个HSK2.0 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啊 那重点呢 就是我们的7到9级是一个新增的级别 嗯 好 那呃 7到9级它没有再分级别 就说不像1级到6级是 哎 我报1级我就考1级 我报6级就考6级 7到9级呢 是一起报名 然后通过你考试的一个分数结果 来给你怎么样 评级定分的啊 好 哎 那么我们呃 这个考试是针对谁呢 啊 针对的是这些把中文当成啊 外语的朋友啊 当然了 其实呃 甚至是有一些这个中国人啊 特别是比如说像老师啊什么的 也会去通过考试来 一个是评定自己的级别 另一个呢 也是了解这个考试的方式啊 好 还有就是说呢 一定啊 参加这个考试的学生呢 他是高水平的 比如说 如果你有需求是要到中国去读硕士 啊 博士 嗯 这样的一些 这个 呃 学位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目标呢 就是你只要能够在七到九级当中 证明你的实力的话 那你不需要再参加一些别的考试 你就可以怎么样 顺利的拿到这些硕士博士学位的一个录取了啊 好 啊 再有呢 就是哎 我们可以评价一个学生 他对中文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啊 等等等等方面的一种理解和应用的能力 好啊 那么HSK7到9级 他分为哪些呢 刚才老师也提到了 分成这五项啊 听力 阅读 写作 翻译 还有口语 啊 那总共呢 是出了98个问题 啊 好 98个问题 嗯 还有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到这个翻译的分为两个部分 其中第一个部分呢 是等于说是笔试的部分 从翻译的第二部分到口语呢 它是一个口试的部分 所以呃 在我们做完笔试 然后呢 再进入口试之间呢 大概会给大家一个30分钟的休息时间 所以说这个7到9级的考试呢 他不仅是考我们的中文的实力啊 还考我们的一个体力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考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通过这个表 大家就可以更明确的去了解了啊 这里边呢 告诉了我们 比如说 听力和阅读呢 它是由 就是基本上是客观问题啊 加上个别的主观问题 那么从写作开始呢 从这个阅读的第三部分啊 到这个写作翻译和口语呢 基本上就是主观问题了 就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ABCD 需要我们去创作 需要我们去真正的理解 然后把自己的实力怎么样 在考试当中表达出来 嗯 那考试时间呢 哎 大家也可以大概看到啊 最终加起来呢 哎 基本上就是将近四个小时 如果要是再加上休息时间的话 就是我们要拿出四个小时的时间呢 来考这个漫长的考试 当然了啊 它也是能够更好的去证明 你在方方面面的中文水平的啊 大家好 我是孙芮超老师 欢迎大家再次回来 跟我一起学习HSK七到九集的听力 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一起看 听力的第一部分的第二种出题类型 嗯 那么在开始这个第二个类型之前 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 回顾一下啊 我们听力的第一部分 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出题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我们上次告诉大家呢 在听力的第一部分里边 我们会分成两个问题 那么每一个问题呢 会有五道这个题目 那么我们在上一次呢 已经学了第一种类型 就是关于艺术啊体育啊 等等的这种类型的 这个听力文章 那今天呢 我们等一会儿会跟大家进行第二个类型 是关于时事问题的啊 好 所以大家记好 我们这一次呢 还是会听一段文章啊 来这个做这个题 五道问题 嗯 好 呃 刚才我们就说了啊 上一次呢 我们一起接触了体育 艺术 科学等相关的内容 今天呢 我们就进行第二部分 就是关于啊 时事问题的内容 好 那在这里呢 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做题的要领啊 第一个就是说 呃 它的问题出题呢 一般会按照听力所说的内容的顺序进行 所以我们大家不用找一下前边找一下后边 我们直接呢就是从第一题开始一步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个五道题解完就可以了啊 好 还有呢就是要让大家关注的是第五个题 那也就是比如说第一篇文章的话是第五题 第二篇文章的话呢就是第十题啊 那么这个题目呢 一般的会从通盘去考验我们对这篇文章的理解 所以我们在听文章的时候呢 既要注意细节也要注意我们整体的内容 这个题呢 他不会说啊 问完了以后我们再回头能再回头去听 所以说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这篇文章 它的中心啊 它主要想说的是什么 好 那么关于时事的话题呢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出了一些啊 这个我们预想的问题哈 比如说啊 关于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啊 某一个法律新出台 嗯 比如说啊 联合国环境大会召开了啊 这个大会啊 讲了一些什么内容 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再比如说呢 职业倦怠这个话题啊 是现在的年轻人呢 社会上啊 人们所关心的 或者人们新发现的一个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啊 多去加以一个关注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一次回顾 做这个题的一些要领啊 跟我们之前说的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们不断的深化对这个要领的理解 然后在我们真正做题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啊 比较的娴熟了啊 好 那首先第一个呀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呢 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前 就先要对问题的主题进行一个预测 这个呢 需要我们先去干什么呀 先去读我们发到的这个答题纸上的 给我们提供的那个ABCD的选项啊 通过这种预测 我们可以大概先想一想 这篇文章可能是关于什么的 这个非常有利于我们在接下来听的时候呢 集中注意力去找到这个重点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比如说把这个时事话题啊 分成两大部分啊 一个呢是中国国内的时事话题 一个呢是整个全球的时事话题 那你比如说中国国内的可能是一些政策法规的出台呀 一些社会现象啊等等啊 你比如说政府部门 保险费 政策 完善制度 民族特色啊等等等等 这些这个单词呢 需要我们提前先去对他具有一个啊 这个阅读和预判 那国际的方面呢 就包括比如说全球 国际协定 全球的共识 世界级盛会这种 跟提到什么全球啊 世界啊 这样的一些词汇 需要我们去提前关注 提前作业预测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做题了 我们要判断他是对的还是错的 对不对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对这个时事话题的 他的一个流程啊 有一定的预知啊 这样的话 我们在听的时候呢 就知道他开始会说什么 中间我们要重点去听什么 然后结论的时候 我们又要关注什么了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整理了这样三个阶段啊 一开始呢 就是这个事件的一个什么呀 怎么去发生了 这个事件的一个介绍 中间呢 我们告诉大家一定是干嘛呀 听细节啊 听细节 里面的一些细节的数字啊 或者一些词语的使用 是否是跟问题呢 是一致的还是相反的 最后呢 往往是告诉我们一些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 还有未来的一些预期啊 等等做整理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强调呀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了问题里边 有的这些词 又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里边 出现了的话 那这些词呢 是我们要特别去加以注意的 因为它可能就是什么呀 我们的问题的点了 好 除此之外啊 我们一起呢 再来 呃就是 大家再来感受一下啊 刚才我们说 开头 中间和结尾 那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句型 什么样的一些句式 出来呢 比如说啊 一般呢 涉及到这个事件的一个发生啊 一个开始的话 往往可能会用这样的开头啊 比如说调查显示 人口流入量大的城市 老龄化程度也相对较深 诶 那么听到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想象 诶 这个文章呢 可能是关于什么呀 哦 老龄化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不对 啊 所以说 开始呢 往往可能是 呃 以一些调查呀 呃 或者是现在的一些 呃 什么现象啊 等等的 为一个起点啊 来给我们引入这篇文章 好 那么到了中间 我们大家需要去 呃 去强调其中的 比如说 发生的原因也好 或者是一些细节也好啊 那你比如说 我们给大家举例子啊 此次大会通过了 有关塑料污染治理的 国际协定 该协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是 具体的去听啊 他说具有法律约束力 那如果问题问的是 呃 他没有法律效力 那是不是就错了呢 啊 所以这种细节的点 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抓住 好 最后呢 我们说往往是解决的一些方案啊 还有整个的我们未来 对未来的预期啊 那这种这个内容呢 我们用什么样的表达来表现呢 啊 比如说 若想改变大学生的就业现状 学校应应与企业合作 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 哎 这个就是在说什么呀 我们可以去采取的一些解决方案了 我可以去研究 我去研究 我去研究 我去研究